去打仗是因為他在22歲那一年 為了暴殺是職仇殺死了一個人 因為那個年代的悟風啊道路這邊的 都算是這個家族所擁有 然後他的爸爸的地方有點類似像村長的身份 然後有一天呢這邊的村民跑去隔壁草屋 當跟人家聊天就會起了糾紛 所以爸爸為了當那個和事老就過去調節糾紛 然後白天發生事情到了晚上都沒回家 因為他覺得事情不可以進過去 你看到他死在那裡了 所以後來他就放掉手邊所有的工作 花了18個月追趕對方 因為他已經太晚發現這個虛情 人家已經快要被藏起來了 然後最後是有被他抓到 抓到之後他直接帶到爸爸的墳前脫心寄附 那敬拜完之後因為他知道殺人是犯法的 他不希望連累其他的家人 因為畢竟已經很有勢力 所以他後來就跑去官府自首 所以進到監獄裡面 然後因為他的故事後來就流傳出來 然後這樣的消息傳到了北部 有一個叫做曾鈺民的長官 聽到時候覺得他很孝順 所以他就特別下來給他選擇 他說我有兩條都給你選 第一條留在裡面繼續等結果出來 第二條不要等結果了 你跟我走 我們去戰場上擋仗 打得好的話我讓你帶就你勾 那這其實很簡單啦 不用選啦 因為第一條明顯就是殺人要藏命 所以一定是死路一條 只是時間早晚何時定罪而已 所以林維才也有這樣的概念 他就選擇那都會有可能會死掉 那還不如靠著自己的努力 說不定有機會活下來 結果沒想到他真的很有天分 然後就從小單位開始打 然後就一路升官 然後最後打到太平均 然後一路爬一路爬 從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小事 最後能到的林維館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他打到後半期 台灣發生在醜熟事件 一樣是三大民旦之一 然後因為戰犯的點呢 是在他的家鄉這邊 所以官員把他派回來秘館 那因為那個年代打仗呢 他一開始帶過去的 都是鄉國民兵 都是弟兄認識的 從開墾土地就認識的 關係比較好 仗比較容易打得贏 然後因為太久沒回家了 所以評判完之後 他們跟他問說 是否可以留在家鄉 不再離開打仗 然後他讓他們自己選 然後想說 大部分的人就選擇留下來 但他也還好 他就很樂觀的就想說 反正政府那邊應該是會給我時間 然後讓我補給人力跟彈藥的 應該還好 但是其實出貨意料很快命令下來 希望他把太平均趕快收拾掉 所以他又回去了 所以當他最後沒到戰場上的時候 鄰居有十萬多人 他只剩下一萬名的弟兄 不管他多有聰明才智跟技能 但他就是擋不住就是擋不住 所以他才會在三十六歲那一年 暫時在福建漿州的萬聖關治理上 十六之後呢 整個林家就從巔峰狀態 直接掉到谷底掉到深淵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 當時候的官員有兩種 文官跟古官 你想想看 身為文官會每個人都喜歡 叫林文長呢 因為在他們的任職裡面 就是一個殺人犯 從監牢走出來 然後就靠著自己打仗 一路當到一貧無官 然後那個年代又眾人親母 所以他們其實很沒有辦法 認同這件事情的 他覺得他的資格不符 所以當他暫時殺場之後 整個家族中 並沒有關會比較大的額 所以他們就開始想 靜靈墓要打擊霧馮林家 要幫整個家族弄狂 那因為畢竟林家已經發展到好多 但有一定的失定 所以小最終什麼 都其實是沒有辦法受到影響的 那後來他們直接挖陷阱 什麼陷阱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八祖廟 之前早期都是會每年到盡 然後是要